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次他们采用法律手段对郑国恩提起起诉 反映出中国民众的法治意识和维权意识增强 我们对此表示支持 一些西方国家政客 议员 罔顾事实与常识 偏听偏信郑国恩的一面之词 不断地对中国进行无力指责 不分西方国家议会 甚至推动搞所谓涉疆动议 这种极不严肃 污蔑抹黑中国的荒唐闹剧 最终只会损坏自己的声誉 一笑大方 郑国恩及其背后的邪恶反华势力 总有一天会受到良知的谴责和正义的清算 造成当前两岸关系紧张动荡的根源 是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加紧与外部势力勾连 不断进行谋独挑衅 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 在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 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有关问题 开展对话协商 去同化意 积累共识 我们敦促美方 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停止美台官方往来 停止收台武器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我们也希望 有些国家也像中国一样 配合世卫组织 对这些有可能 有可能导致 新冠病毒流行的实验室 进行调查 我们对英国通信管理局 有关决定表示关切 坚决反对 该局一再为中国媒体 在英国开展正常新闻报道工作 人为设置障碍 再次敦促其撤销错误决定 此次 该局再次执意做出错误判法的决定 反映了 他对中国抱持的强烈意识形态偏见 是赤裸裸的政治打压 荒唐可笑 英国通信管理局 应该做的 是对一些英美 长期以来 涉华涉港 实时虚假报道进行查处 中方敦促 英国通信管理局 及英方某些人 立即停止政治操弄 纠正错误 中方保留 进一步做出正当 和必要反应的权利 我们希望缅甸各方保持冷静克制 从缅甸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 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 解决矛盾分歧 继续推进国内民主转型进程 他们的呼吁 毫无道理 这是明显的干涉中国内政 干涉香港事务的行径 中国全国人大 从国家层面完善 香港特区选举制度 是履行宪法赋予的权利和责任 有利于推进一国两制事业 保持香港长治久安 这完全合线合法 正当合理 里边 4 山 剧 路 9 2 1 2 2 3 1 2 1 8